大家好 关于这个司马南的住址啊 现在又有新的线索了 啊 这有个粉丝给我留言呢 说司马南不住在加州 说他住在俄亥俄州 那个城市可能叫克里夫兰啊 另外说司马南呢 在南罗古巷有一个200平米的大院子 那就是那个南罗古巷八号吧 那看来他不住在那 这个消息可能不真实 然后说他在雍和家园小区 雍和家园哈 我前天说过 就那个雍和宫地铁站 北边不是北护城河吗 护城河的北边 他在那说有两套房啊 然后还有人跟我说 他住东指门那附近 说看见过他两次 一次背着书包回家 就像刚下班的感觉 一次好像是比较放松的状态 在那附近溜弯 那也就住在这个东志门呀 雍和宫啊 是吧 有人说到地铁站附近碰见他 那地铁站那边 西南口来福市商业大楼啊 商业是吧 然后东南角叫东方银座 那里边有一个澳大利亚驻华使馆的天正中心 再往前叫十字坡 就那种老旧小区了 然后再往前就什么幸福三村呀 然后往南是心中间东四十条啊 什么亚洲大酒店呀 这个这个保利大厦呀 就那边啊 然后这个 然后还有人说 说司马南的老婆不叫刘松柱吗 柱麻的柱 说刘松柱是东志门医院的工会主席 哎我还真去过东志门医院联系过业务 可惜人家没买我的账啊 没有认可我 所以那个东志门医院的工会我还真去过 但是谁是主席我就不知道了啊 那都很长时间很多年前的了 而且根据公开资料 这个司马南1956年属猴的 他老婆1960年那应该是属鼠的 是属鼠的吗 对差不多属鼠的 那么他老婆今年也61了 他老婆肯定是个干部 好像是北大毕业的吧 那既然是干部 那么女干部好像55退休 那他老婆正常情况下 也退休六年了 现在肯定也不在那个 那个那个东志门医院了 东志门医院是属于中国中医研究院的 还是哪个单位的啊 附属医院啊 东志门医院 东志门医院北边就是中国中医研究院啊 那儿的那个古商科研究所 呃我的客户办公室副主任 官主任 就是那个中国最早的英达导演的那个宋丹丹 杨立新 我爱我家 里边那个贾之心 贾之国 贾圆圆啊 贾圆圆的扮演者 官邻啊 官邻小童星 官邻他爹 是办公室副主任啊 古商科研究所的 然后还有一个中德友好诊所 中德合作友好诊所 那儿的一个德语翻译 是一个姓陈的一个青海人 那是我的朋友 我们在一块学那个国际贸易 在地毯公园北门 呃那个叫花园中学 现在是171的分校 他那会就跟我说他要出国出国 这也好多年没联系了 当初还是有走动 有来往 也来过我们家 我也去过他那个研究所 那个诊所的宿舍啊 这哥们就是 那会是89年吧 就身上老老老喷香水 特讲究特干净 这胡子刮的可干净啊 一个青海人 他弟弟在府城门内 紧实访街啊 在全国政协后边的胡同里 紧实访街 现在还有人说 说司马南的儿子 不叫瑜伽奥吗 说他在美国波士顿 说在美国波士顿 开了一个修钢琴的 钢琴修理店 不知道他那儿子学什么的 要有这手艺也行 起码自食其力 是吧 在美国好多都是高官 或者名人的后代 是吧 你像什么那个 是吧 叫什么来着 这个这个孙凤山 是吧 和那个姚明端的女儿吧 叫孙瑶的 在美国 然后那个谁 薄熙来和古开来的儿子 薄瓜瓜在美国 多了 基本上有点本事的 有点官的 有点钱的 都在美国呢 我这还有司马南的电话号码 我就不给他公布了 是吧 有人说啊 那是司马南的电话号码 一个152152大头的手机号 就别给人说了 是吧 这个另外司马南有可能住在他老丈人家 他老丈人就是刘绍唐 刘绍唐住在府右街 属于西城区 府右街 光明胡同45号 啊 这个是谁都知道啊 这是一个公开的信息 很多媒体都报道过 这个 但是他住在那儿可能性不大 他那儿子 这个刘绍唐的独生子刘松罗 应该住在那儿 光明胡同45号 一个单独的小院 他在那儿是刘绍唐在那儿住 从1957年9月 他买下来的 花了2500块钱人民币 1957年 刘绍唐是少年得志 特别有才啊 少年英俊 他那份出书 挣稿费 1957年 花2500 买的这小院 一直到现在 他们家老家是通县 现在叫通州区 这个如林村 朗府乡 这个地儿啊 一直住到了89年10月 后来刘绍唐搬走了 搬走了 1992年的7月12号 他写给了叫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就是一个出版社 第一编辑部叫杜强 给他写了封信 地址为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 前门西大街97号 就在和平门 这个叫红楼 也叫红帽子楼 中国文联盖的楼 给很多这个老作家 老编辑 老文化人盖的楼 旁边是那个北京120 北京急救中心 就在那儿啊 在那个和平门地铁站那附近 旁边有和平门 富士商场 往东就奔天安门 还有供电局 那边还有一个中学 是我的客户啊 91年11月 他从光明胡同啊 刘少堂45号 搬到和平门的新居 叫红帽子楼 具体地址就是前门西大街97号 那如果这房子还在 那司马南作为他的女婿 也可能住在那儿啊 光明胡同 北起西安门大街 南至东鸿门胡同 清代叫光明殿胡同 因为有一个叫大光明殿 这么一个宫殿在这儿而得名 1965年改称光明胡同啊 这个小院 这个小院啊 大光明殿啊 现在是这个不存 这个已经拆了 现在就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国管局 国管局 这个局长有两任都是山西人 一个叫焦焕成 一个叫郭继 都是山西人 现在当然是新人了 现在听说是一个叫肖杰的 国务委员管着国管局呢 不知道是不是兼着局长啊 光明胡同45号是刘少堂 1957年 20岁才20岁 他是他是1936年生的 那1957年才19周岁 凭着稿费买下的只花了2000 后来又给添了500 因为对方说我这有一张古画 卖给你吧 当时也是摸不开面子 买了买了 后来发现那张所谓古画 才值5块钱 第一次发表文章在中国青年报 1949年10月的时候 那会儿他才14岁 这刘少堂 严格来说才13岁 13周岁 被称为神童 神童作家 他的老家临近北运河 又被称为大运河之子 刘少堂啊 刘少堂 他从这个通县啊 那个如临村啊 朗府乡如临村 他买下这院子之后啊 全家都来了 全家啊 这个院子呢 这个有都有谁呢 这个父母 他的父母也来了 他有四个弟弟 一个妹妹 哥五个 几个六个孩子啊 他做老大 他不错 是吧 那个年代 是吧 人还是很实在 他把他的家里人全弄过来了 是吧 父母一个妹妹 五个 加上四个弟弟 一个妹妹 这就七口人 至少七口人啊 那会儿他年轻啊 应该还没结婚呢啊 这个院子 有五间房 有三间南房 两间东房 还有一间厨房 还有一个厕所 还有一个堆房 堆房就是库房 放杂物的地儿 还有五棵 五棵枣树 五棵槐树 他的好多作品 其实我们都不熟悉了 刘少堂啊 有地火 狼烟 金门脸子 豆蓬瓜架 羽如丝 柳静廷 说书 这个岁月 石部芳草 野荤等 还有蒲柳人家 瓜棚柳象 小河财路 尖尖角 烟村四五家 等等 后来给他批判了 57年反右 给他批判了 他因为发表了 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 一些浅见等文章 还有两篇写实小说 受到全国范围的批判 你看这共产党 不让人说话吧 把这有才的人都给整了 都给收拾了 后来他到北京郊区的铁路工地 和水利工地参加劳动 参加劳动 他是个作家 你让他干体力活 你这不是让他死吗 这就是一种变相的劳动改造 变相的蹲监狱 变相的惩罚 不叫变相吧 就叫惩罚啊 后来他回到老家 这个茹林村务农 然后他正式回到北京市作协 这都79年了 79年了 57年给轰走了 22年 中国是吧 不光是文革十年 比这文革长得多 把很多有才华的人 不但是埋没了 有的都给宰了 都给弄死了 跟他同时代的 有什么林金兰呀 这个张志民呀 邵燕祥啊 王猛啊 刘真呀 邓有梅呀 从维希呀 刘厚明啊 就这些人啊 好吧朋友们 就聊到这儿啊 司马南的情况啊 大概齐啊 他在宰厨